口罩界定在6月1號 就要解除了 根據統計 至少每天大概有700萬片 每個月大概有2億片的口罩 就可以釋放出來 由國內外來搶購 那基本原則就是 價高取得 由市場來決定價格一切 但民眾就很納悶 那我現在 因為連WHO都告訴我說 很快第二波疫情 隨時都會來 有些民眾 雖然說現在實名制照常實施 每個禮拜 每兩個禮拜還是有9片 但有民眾說 那你既然有每天多出這麼多片 能不能一片5塊錢賣給我 我想多買一點 以防後面還有第二波 但是現在開放也給國外了 為什麼要急得這麼早 開放給國外 我們搶得過國外嗎 民眾先不要擔心 我們這邊先講結論 你要搶購跟囤積這些口罩 你想都別想 除非你願意出國外價 國外價多少 國外價就是20到30塊以上 一片20到30 我跟你講你這個價格賣到德國 歐盟去他們還覺得很便宜 美國到現在PPE 就個人防護裝備都不夠 請問你的命 跟20到30塊一片口罩 到底誰比較值錢 我們先這樣講 大家一看到即將解封 心情很高興 對 這個就是讓大家心情高興 廠商有差但民眾沒差 為什麼 因為一講出來 6月1號解除口罩今年 已經開放出口 政府每天徵收800萬片 其他就開放廠商外銷跟內需市場 價格回歸市場機制 那我們仔細想一想 以前是不是很多的鰻魚 它的鰻魚苗是直接銷到日本去 為什麼主要消費市場在那邊 價格也比較貴 那同樣的 如果今天口罩在全世界的需求 遠高於台灣 價格也願意開漂亮的價格的話 請問台灣的民眾 哪有什麼搶購的機會 哪有什麼囤積的機會 根本輪不到你 所以每天多出來這幾百萬片 其實我們根本搶不到 不外訂單就把它搶走了 是 但是這個陳時中指揮官 也要解釋一下說 因為我們現在 也有一個庫存水位 所以除非這個庫存水位 因為突發的狀況 譬如說疫情再起 庫存水位不夠 在那個之前 可以做自由的調配 但我們來實際上 看看廠商怎麼說 因為這件事情開放解封 我們剛剛已經講 跟民眾其實沒什麼關係 跟廠商有關 或者是 如果你有在玩股票的話 你可以思考一下業績有沒有影響 第一個 中衛 中衛走的是時尚多彩風 因為他們早在去年的時候 就考慮說口罩要不要轉型 變成時尚的一部分 所以他們有跟德國 有跟這個時尚州合作 所以他的七彩口罩 那時候還跟謝金燕有合作 所以他們直接講說 我們電話都被打爆了 因為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很多國家還透過駐台代表處 直接下訂單 然後不只下訂單 國內的各個通路也全部要訂 有客戶直接講說 不好意思 給我50萬盒 50萬盒 你出得了就出 而且他透過代表處 還不能說不 透過代表處 而且價格還漂亮一點 對不起 價格是不是漂亮 自由市場機制 所以這樣說來中衛顯然 他必須要全部開放大量的生產 這個中衛是色彩時尚風 華興是人體工學風 華興也講了 他說我們也拿到 美歐的國外銷訂單 美國就兩億片 香港五千萬片 歐洲三千萬片 日本兩千萬片 這個建立不是昨天 才宣布要解除 他已經有那麼多訂單了 我跟你講 現在有很多訂單是壓著 就是內行的廠商會先跟你下說 好 禁令解除之後 趕快優先銷給我 那華興或者是中衛也會說 好 沒問題 你排著 排著 排著 我假如我的產線 一開放我就可以出給你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除了800萬片以外的那些片 才能夠做外銷的時候 我們光這樣講 每日徵用800萬片 假設我們拿每日徵用的 這個數量來講 你算一下就知道 大概要生產多久 你要生產好幾天才追得上 這個數量的時候 台灣目前會面對到的是 廠商開始多賺錢 很好 經濟復甦 可是民眾能不能有 更多的口罩可以囤積 目前看起來 請大家還是乖乖的領 14天9片的國家配給 實名制口罩 不要想太多 但我有個疑惑 因為第二波馬上就會來了 那你至少能不能滿足我 兩週14片或者多一點 以防萬一第二波來的時候 到時候我們很多都消給國外 會不會那個時候 抱歉 目前指揮中心 跟相關的單位 還是14天9片 也就是連14天10片 他們都覺得有危險的時候 振興優先 那疫情等到發生之後再說吧 而且我覺得這個騙數的問題 好像像一開始 對內宣傳的時候說 已經到了將近2000萬片 現在如果說他每天 增收800萬片 照理說一天釋放出來 有1000片 1000萬片到1100萬片 這麼多 那不能再多一點給民眾嗎 很抱歉 目前的狀況 我跟你講 現在全球的狀況 跟台灣目前的面對狀況 不一樣是 台灣是振興 跟所謂的口罩解封 屬者為重 那你要想到未來的時候 囤積民眾恐怕做不到 但廠商要趕快加料生產賺錢 對這個口罩怎麼分配的疑惑 就如同我一直很好奇說 蔡總統對香港的態度 到底是怎麼樣 港版國安法公布之後 很多人很關心蔡總統 他在去年選舉的時候 喊出來的口號就是稱香港 可是現在稱香港的態度 他只有講到一條 港澳條例如果香港的未來關係 他的整個申變之後 港澳條例就會失效了 失效之後 這個沒想到我們政府 馬上出來補充 香港港資就會變成中資 所謂的投資移民 馬上就終止了 所以香港講說 稱香港怎麼變成切割香港 這到底怎麼回事 所以到底是稱香港 還是懲香港 懲罰的懲 我先跟大家分析 蔡英文總統在這一次 這個港版國安法討論立法 甚至可能通過的過程中 第一時間到後來這兩天的一個 表態跟說法 他第一時間講到說 我們同所有民主陣營中的夥伴 跟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這不是文青中的廢話嗎 在臉書上這樣寫 你會打動香港人的這個心嗎 去年香港發生的這個反修例 反送中的這個事件運動的時候 你蔡英文可不是這樣講 當時你是人同指心 怎麼這個時候 你就沒有心同辭理 我從持續往後推 往前推 推到去年的這個狀況 你看今年5月24號 就是最近這幾天 剛發生的這個事情 這兩三天 他的態度就是說 依據我們這個港澳關係條例 第60條 60條就是說什麼 他說香港情勢一旦發生變化 這樣的一個狀況 可以停止使用該條例 一條或是是全部的 這個港澳關係條例 所以希望香港 他情勢不至於走到這一步 他有點想要向北京喊話 然後也將密切故意 關這個必要 情勢必要的發展 然後採取一些必要的 這個應變措施 那我從民進黨的人 聽到的說法之後 他們這句話是講給北京聽的 想要恐嚇香港 恐嚇北京 這個邏輯我一直聽不懂 因為事實上痛不是痛在北京 痛在香港 你覺得北京會怕嗎 總統府告訴大家說 因為這一條 我們祭出這一條 要讓中國知道嚴重性 我想說這個邏輯到底是什麼邏輯 我今天碰到民進黨的前立法委員 還這樣跟我講 說他們是 就是要講給北京聽 就是要恐嚇嚇他們 北京是被你嚇大的 還有如同耀宗你剛剛講的 你香港是嚇北京 可是北京還沒被嚇到 香港人先被你嚇到了 你先把這些橋等於過河拆橋 把橋拿走了 你知道香港怎麼渡河 好 我們時間往前推 推到去年12月14號 他說自己在1990年代 的確那時候他跑 他擔任陸委會主委 剛好是我跑行政院跑陸委會 他就是我採訪的對象 然後那時候他起草了 這個港澳條例 然後預想說 中國不會旅行承諾的這個問題 所以在條例當中 他放入了處理的機制 去年不是發生的反送中事件 然後我們也看到有不少人 的確香港來這邊移民 這個申請或是拘留的很多 建樹也比往年的這個比例都還高 所以當去年大家有聲音說 那個包括時代力量等 都提出來說要不要難民法 所以蔡英文去年就說 因為這個港澳條例 是我當初起草的 所以我知之盛祥 所以不需要難民法 本來就有港澳條例 就可以處理了 問題是你現在說 根據港澳條60條 有可能因為情勢的變化 就要廢掉 那沒有了港澳條例 也不需要難民法 那你要香港人怎麼辦呢 那他有可能立難民法嗎 不太可能 所以到了這個去年九月二十九號的時候 他有講 因為他為了撐香港的 整個反送中大遊行 他怎麼說 我們並肩陪伴香港 追求民主化的這條道路 講得好好聽 所以當國民黨的主席 江啟成今天 昨天跳出來講說 你蔡英文一旦情況就怎樣 停止什麼港澳條例 你這不是切割香港嗎 你這怎麼會像選前的撐香港 選後變成切割香港 所以江啟成又講說 你這樣要怎麼跟香港人民 站在一起 你到底是要跟香港人民 站在一起 還是你要跟北京站在一起 撐香港還是挺北京 請你說清楚 今天蔡英文不是在視察了 這個憲民指揮部的時候 不是講說國民黨是錯的 我們會找個時間 開啟會說明 我覺得很奇怪 你經常用臉書跟大家說明 臉書的即時 你也常常是溝通互動的很快 那你這兩天的訊息 你就趕快跟大家講 國民黨是如何錯 你自己說要廢掉這個 港澳關係條例 如果情勢變化的話 這是你講的 我跟大家講 如果廢掉港澳關係條例 會產生什麼樣的後遺症 第一個香港人適用投資了這個申請 拘留將會終止 我昨天碰到一個這個香港人 他來臺灣兩三年 然後他就是適用來 準備六百萬的臺幣 來這個臺灣投資 他開了一間這個 在臺北市的這個光復南路 開了一間這個日本料理的餐廳 後來他一年之後 他就拿到了這個移民署審核 通過了這個臺灣的這個身分證 這是最低廉經濟有效 快速的這個低門檻的 這樣一個移民臺灣的這個方式 所以這以後可能就沒了 然後他的父母親 接下來也來香港 從香港來臺灣一親了 退休來臺灣了 所以以後這樣的部分就沒了 因為你廢了這個港澳關係條例 這個他們香港人民 就不適用這個 還有第二個港資投資 在臺灣投資項目範圍要縮小 如果按照現在港澳關係的這個條例 他們是採用負面表列 可以項目有四十一項之多 然後能開放的項目 比例到達百分之九十七 如果是以後你要改成說 港澳關係條例廢掉 港資立馬變中資 因為這影響到證券投資審查 跟管理機制 全部都比照中資來看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跟你講我有一個陰謀論 為什麼蔡英文可能要這樣說 你看看今天 這個中國大陸怎麼回應 他們海協會會長張志軍 就是說我們很期望這個ECFA 能夠繼續延續 對 這件事情我也覺得很蹊蹺 我也覺得很奇怪 怎麼時候這個 突然回應這個 因為之前給人家感覺是 他可能自然就讓他失效了 會不會蔡英文的說法 讓中國大陸點點頭 你們沒有在港版國安法 特別像國民黨講得那麼難聽 比你們還兇 所以我們在ECFA就繼續了 讓你們符合你們的期望 因為台灣是絕對希望ECFA延續 之前不管陳明通或什麼 大家都在猜會不會斷掉 會怎麼樣 都做了最壞打算 現在張志軍講的這句話 是不是心裡的這個定性 如果已經暗定了一半 所以我才想說這個陰謀論 是不是蔡英文你講給北京聽 反而故意這種的隔空喊話 讓北京知道說 我們不會去再撐香港了 那這樣的話 香港人民不就太可憐 難怪是撐香港 好 在人大裡面 還有一個新的提案 就是有人提出來 希望管管在中國泛濫的飯圈文化 飯圈文化講簡單一點 就是粉絲的文化 粉絲的文化嚴重到什麼程度 為什麼會在人大上面 特別提案說來管制 而且他提出來的時候 還沒很好笑 他們的民航局副局長 馬上點頭說 真的要管一管 因為每次粉絲去機場接機 都讓他們癱瘓了機場 馬上就有人回應 變成是一個熱議的話題 飯圈文化到底多糟糕 在各中國大陸有錢玩之後 大家都突然間發現 追星是一件很時尚的事情 那追星的過程當中 這個亂象百出 什麼叫亂象百出 有時候他們就會去做 整個所謂的瘋狂追星 然後就把整個機場給癱瘓了 有時候為了點贊 點贊的過程當中 中國大陸還有所謂的打賞制度 什麼叫打賞 因為我很喜歡你 所以我就把點數給你 把愛心給你 甚至有時候 他們還有所謂的一個發紅包的文化 然後發紅包不發則已 他們有時候那個發紅包 動輒都是天文數字 所以我們來看 為什麼這是人大的一個代表 他們會建議說 一定要來整頓所謂的一個 飯圈文化 那個飯是什麼 那個飯就是英文的FAN 就粉絲的意思 那個飯圈文化的過程當中 為什麼 中國大陸的一個粉絲 為了去追星 已經瘋狂到什麼 投票 然後點贊 然後花錢送禮 甚至於還常常去危急到 所謂的一個公共安全行為 例如說什麼 例如說明星的車 保姆車已經走了對不對 那些女明星也不知道在想什麼 沿路一直追 誰…我好愛你 然後就在路上一直跑… 你說這不危險嗎 其實非常…危險 而且現在甚至於粉絲跟粉絲之間 會直接開戰 什麼叫粉絲跟粉絲之間 直接開戰 喜歡翟神的跟喜歡敬平的 兩邊的粉絲說 我互相看你不開心 他們會直接做開打 最近有一個孝寨 就因此吃了虧了 為什麼 孝寨的粉絲去檢舉 那種所謂的一個同仁的一個網站 其實很多人喜歡同文 可能有很多人對同文不滿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觀點跟看法 結果後來粉絲犯了錯的過程當中 下山居然倒楣了 為什麼 因為另外一派的一個播放的話 就去他最紅的戲劇 叫陳情令當中 他就說你這個片不好看… 就一直點爛… 所以他的評分從8.2分降到7.9分 就是說粉絲跟粉絲之間 直接做開打 可是為什麼 中國大陸要去做整個整頓娛樂圈 因為娛樂圈真的太亂了 所以這次人大才會建議 就說什麼 他們我們台灣有一個 叫污點證人對不對 他們就有污點藝人 這個才第一次聽到 污點藝人是什麼 污點藝人就是對社會 造成了所謂的一個不好的印象 例如說什麼 例如說你的收入太高 但是你的道德水準很低 例如說你涉及到毒品 涉及到陰陽合同 涉及到不當的男女關係 涉及到不當的一個行為 我通通要把你給做 整個所謂分級的一個懲罰 這個分級的一個懲罰 有時候懲罰很重 我們舉例 前幾年半冰冰的事情 大家都還記得 半冰冰的事情是什麼 非常簡單 陰陽合同 陰陽合同是什麼 我收入很高 那時候他最紅的時候 叫飯爺對不對 每年的收入是幾億又幾億的人民幣 然後後面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可以發現 後面重罰 歪罰 天文數字 8億8千萬的一個人民幣 可是現在不紅了 不紅的過程當中 他現在要去扒人家大腿你知道嗎 還要去扒網紅說 我們未來有一些美妝的一個品牌 我們一起來合作 我們一起來重同上架 我幫你出錢這樣好不好 結果現在網紅跟他說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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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半冰冰現在是什麼 現在是中國還在整治當中 目前中國的當局 廣電當局已經說了 半冰冰還要持續做整個 推廣社會的一個動作 簡單說 簡單說 你還要繼續做社會公益 我們再來對你做評分 第二個是高雲翔 高雲翔之前在澳洲 有出現了一個性侵的 好像類似事件 當然這件事情就追 查 查的過程當中 他就一直困在澳洲 困在澳洲的時候也沒有收入 一直在那邊 最近已經宣判了 沒事 可是沒事的過程當中 能不能夠獲得平反 完全沒有辦法獲得平反 目前還在持續追蹤 可是沒收入 怎麼辦 賣球鞋 賣耳機 然後被問到 其實他還是很有禮貌 他還是跟所有的粉絲們 他們就對答都還很棒 可是唯一就不能殺價 他說價格來到這個地方 算了 不能夠再問下去了 但是我看一看 真的很可憐 那個都是幾百塊人民幣而已 大概是用過一個東西 現在最麻煩的是什麼 是製作公司 之前製作公司花了多少 聽說傳聞花了三億的人民幣 他們演了一部騙子 剛好是誰 剛好是兩個風暴中的人 一個叫范冰冰 一個叫高雲翔 然後現在這些製作公司 花了三億人民幣 做了一副大片 中國他就是不讓你上市 一言再言 一言再言 現在他們的整個製作單位就說 好吧 那我們來想看看好了 第一男主角跟第一女主角 是不是用整個新的人來演 然後後面我們再把整個 所謂的用科技的方法 把它連過去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發現 中國人大要開始來整頓 所謂的娛樂圈 而現在很多的娛樂圈的人 包括了陰陽合同 包括了行為 他們都會開始做好好的 自我檢討了 其實這個污點藝人 仔細看 我覺得他其實說 名義上是懲戒藝人 其實我覺得他是在做 這些污點藝人 行為發生的時候做一些控管 包括說因為這一些對藝人 比如說像是對范冰冰 這些懲戒 你也不知道到底懲戒到哪一年 懲戒到什麼程度 但是這個污點藝人的制度 提出來它是要讓你有量化 比如說懲罰多少年 懲罰到什麼程度 其實對他們來講 反而是一個停損點 反而是一個正面的機制 另外一個剛才講到飯圈文化 我倒是有一個疑惑 當這個藝人的不同派別的粉絲 互相在戰的時候 那誰要幫這些粉絲的行為負責 誰可以管他們 我們有粉絲的人都知道 你管不了自己的粉絲 所以怎麼管飯圈文化 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另外一件事情澳洲的夜空裡面 出現了一道不明的火球 結果還牽扯出跟俄國 美俄之間 衛星戰有關係 我們馬上回來